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什么故事是植布怡 植布怡是西汉南洋人 在汉文帝的时候啊,他在京城长安担任狼官 和其他几个狼官同住在一间寝室里面 有一天,一位室友告假回乡 误把同事狼官的金子带走了 金子的主人发现了,自己的金子丢了 就胡乱猜疑,认为是植布怡把他偷了 这件事很快就让植布怡知道了 植布怡就买了一块同样重的金子还给了他 不久告假的人回来了 把乌拿的金子还给了施主说 那天我急忙回家,不想到我拿到你的金子 真是对不起啊 施主大吃一惊,知道自己怪错的人非常惭愧 连忙归还了植布怡的金子,向他道歉 植布怡只是笑了笑,并没有责怪他 从这以后只要提起植布怡,人们都说 植布怡啊,可真是忠厚的长者啊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